卢氏轻叹了一口气 半天没有说话 直到一跃感觉鹅顶一凉 这才抬头望进卢氏含泪的双目里 顿时他便慌张了起来 娘 你先别哭 咱们再好好想想 总会有办法的 卢氏轻轻摇头 哽咽道 月儿 娘是不是很没用 到了这份儿上还要你安慰娘 一欲盲摇头 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是好 只能用力地抱紧了卢氏 他这个时候也是无措的 都被带到这里了 外面肯定也有人看守着 能逃出这屋子 也很难逃出这宅子 两人最后的退路都被封死了 卢氏担忧落泪也是很正常的 只是一遇上辈子便是个不见棺材 不落泪的死心眼 即使到了这个份儿上 他惊慌过 害怕过 无错过 但却从没有想过放弃 只要他娘还没真的做那张夫人一天 他就会努力想办法摆脱这种困境 而不是束手带腹 今夜被带出靠山村前 他是有被牛氏的举动伤心到 但却没有感到绝望 必是死过一次的人 什么事都比较想得开吧 卢氏也只是哭了一小会儿 便擦干了眼泪 似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逐渐很立起来 一欲借着烛光看清他变换的神色 正敢疑惑 便又听他咬牙切齿 娘除了 就没这么委屈过 只恨咱们娘儿俩 食人不轻 又遇了小人 又都是弱智女流无力反抗 可他们以为 娶了我就不必担忧了吗 若是有那么一天 你哥哥们回来 娘定要这些混账付出代价来 一欲听他这话 却是恢复了以往精明严厉的模样 但却反而让他更担心起来 只因他话里竟然石露出了 认了这倒霉亲事的想法 于是盲劝道 娘 您别乱讲 这不是还没成事吗 那婆子都说了 还得等上三日 卢氏收了狠色 看向他的眼神转为温柔 道 你这傻孩子 娘就是气不过才这么一讲 要嫁那魂球 却是死都不行的 娘就不信了 他们真敢罔顾人命 好了 孩子 躺下睡会儿吧 折腾一夜 娘也累了 有什么 咱们等休息好了再商量 一欲知道 现在继续这么耗着 也是无济于事 这具孩子的身体 到底是容易疲倦的 确实不如好好睡上一觉 便听话地钻进了被窝 由卢氏搂着 轻轻拍红 缓缓陷入沉睡 可是 现实总是一再打击 两人仅存的希望 之后 两人也试过 在送饭和放风时候逃跑 但也紧紧溜到院子门口 就被人逮住再关回来 换来下一次 更加严密地看守 一直到了第三天 母女二人 也再没有想出 任何应对之策 深夜 小楼外守门的仆妇换班 第一天 送卢氏母女进来的 那个长事的婆子 同另一个钢屉上的 仆妇守在门口处 说起了闲话 怎么样 里头两个还想着跑吗 今日倒是安生 没整出些个幺蛾子出来 想来是知道 明日一旦里程 再折腾也没用吧 哎 早早就顺了不好嘛 连累咱们大半夜也不能休息 连您都给支来了 哼 现在看着不老实 以后有他们好果子吃 柳姨娘正急着一肚子期待要撒呢 可不是 说什么传承香火 且不说这么个半老徐娘还能否下蛋 依我看 就算有了 也不见得能生下来 噓 这话可是你说的的 两人近生了一阵 又闻另外一个声音突兀的响起 两位婶子 哟 这不是蝴蝶吗 咱的 到这头来了 可是正少有什么吩咐 嗯 少爷说了 要我进去劝劝里面那位 面的明日喜宴上 他整了事出来 门开开吧 两个仆妇应声后 便把门打开 放他进去了 卢氏和仪欲坐在礼物床上 苦思着 怎样在明日婚礼上逃脱的计策 因外头人说话声音 是放低了的 也没让他们听见 昏文小楼里 响起开门 推门 关门 啰嗦 一戏声响动 才令他们回过神来 听见有人脚步近了 卢氏双手不由搂紧了 怀中的一欲 两人睁大了眼睛 防备地盯着卧房门口处 就见到一个人影 手捧一方烛台 打起帘子 走了进来 因是在七八步外 烛光幽暗 但那女子较好的身形 依然依稀可变 可惜 卢氏和仪欲不是什么风流才子 自然没那些风花雪月之情 这又是初春的半夜里 他们只觉得眼前这女子 出现在深夜小楼中 无端的是阴森无比 卢氏想起这楼 原是张夫人居住的 胡思乱小夏 欲加得毛骨悚然 声音有些发抖地问道 你是谁 是文士鬼 那人似是听出他声音里的慌张 便停了脚步 不再上前 反而将烛光移到脸前 好让两人看清楚他的面容 更是压低了嗓音 对着卢氏道 身子别怕 是我 卢氏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处 见他动作却是呆住 还是一遇眼尖 仔细看后便发现 眼前这人 面容竟是似曾相识 脑中灵光一闪 他好不容易 他好不容易 才抑制住 已经到喉的尖叫 小声问道 香香姐 那女子没想到 一遇会先认出了他 惊讶之后 唇角一勾 笑声道 是我 你是小玉吧 都长这么大了 卢氏这才认出眼前这人 不正是当年被郑丽手下 从靠山村带走的刘香香吗 一晃四年便过去了 这刘香香 如今已经完全退去了 当年的志气 虽是梳着女儿家的发誓 但到底 脸上透着淡淡 已经人世的女子韵味 卢氏定眼瞧去 便已看出其中不同来 又联想到当年之事 难免有些心酸 原来是香香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 刘香香见他们 具意认出自己 便将竹台放置在了一旁桌上 上前两步 走到床边坐下 拿食指在唇间笔划了一下 然后压低了声音 向卢氏三言两语续了一遍 四年前 他被带回张镇之后 便坐了那正立房中的丫头 后来因为听话 日子倒也过得凑合 由于正立就居在张家别院 没少听些闲言碎语 过了年后 他竟然听说这张镇长 要取了纪事回来 另有好事之人告诉了他 这未来新夫人便是他的同村人 他也知晓 张家背后那些个肮脏事情 担忧之后就细细打听了 才经文这正主竟是卢氏 原他也以为是你情我愿的关系 只当卢氏不知晓这张宅的险恶之处 便总小要寻了机会 见上卢氏一面 无奈正立看管房中之人极眼 平日也不让他离身过久 待他又闻卢氏母女 被关进了那死去的张夫人所居的小楼里 才觉察出了其中不妙 因此 今日借着正立醉酒 问了不少实情出来 惊慌之下 才瞒着他偷跑到了这小院子里 那看门的想来也知道 他是正立跟前用惯了的丫头 有听他解释 便不做多想放了他进来 卢氏听完上来不及唏嘘 只紧抓了他 放在手背上的手问道 你这次偷跑来不要紧吧 还是早些回去 免得他知晓了再责罚你 虽然刘香香话里有些不清不楚 但卢氏又怎不明白 他如今的处境 也就是个少爷屋里 比较上得了台面的通房丫头而已 真做出什么有违本分的事 打杀还不是主子说了算 一遇却是比他娘想得多 看见刘香香之后 他的脑筋便活了起来 惊讶之后 更多了几分希望 可是听罢卢氏问话 又把已经冒到头顶的主意 给强压了回去 刘香香处境的确不好 这个关头上还敢冒了风险 来看他们母女 已是不易 比起那王氏母女 同牛氏的作为 已是胜上十分 他们又怎能自私地连累她 却没想 这刘香香听了卢氏的话后 反问道 沈子 我知道您是被关在这里 等了成亲 想来您是不愿意的 可好 大致讲于我 这是怎的一回事 卢氏见他不慌不忙的模样 也就咬牙切齿地 将自己如何被王氏母女 及其姑妈陷害 又是怎的半夜 被掳来这里的事情 与刘香香大概讲了一遍 刘香香听她说完 便起身开始在屋中夺步 到她来回走了六道之后 方又扭转身来 急步走到床前 压低了嗓音 对卢氏道 沈子 你和小玉且赶紧收拾一下 这小楼我也来过几次 二楼是有扇窗子 能直接通到后街的 我来时怕婆子们不让我进来 于是就摸了正立的钥匙串子 上面是有那二楼钥匙的 我这便放你们离开 出去以后 你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卢氏二人皆是一惊 一语更是忍不住开口道 我们要是走了 那你怎么办呢 刘香香轻笑一声 道 我只需装作昏迷 待人发现时候 便说是你们打晕了我 然后逃走便可 那正立也是极其宠我的 不会为难于我 一语是不清楚这些大户人家的后院事情 卢氏确实知道得清楚 当下便拉住刘香香的手道 不行 你当婶子是傻子吗 倘若刘香香真的极其受宠 又怎么会三年过去 那正立连个妾的名分都没有给他 一语只当卢氏害怕 他们走后刘香香被为难 又一想前几天夜里见到的正立本人 也是担忧 眼珠子一转就对刘香香说道 香香姐 不如你跟我们一道走吧 卢氏也在一旁应声道 是啊 香香 跟着婶子走吧 刘香香的母亲赵氏 在刘香香被抵债带走那年 就因病去世了 丧事还是村民们帮着筹办的 那时大家伙也都去寻过刘家兄妹 但老大刘棍是不知去向 刘香香则是被拘在张宅不让见人 因此他如今也算是截然一身了 刘香香听了他们的话 也很是心动 可又想到自己的卖身器 尚在正立手中 跑到哪里不都是个奴婢 于是脸色一暗 道 我却是走不成 那正立手上有我的卖身器在 卢氏这才知道他担心什么 忙又拉过他的手机道 香香 咱们往关内 到了京都附近 咱们找个安定的村镇居住 届时 卢氏再考取吧 就算真被找见了 又能拿咱们怎样 还是你喜欢过现在的日子 刘香香也仅是考虑了片刻 就被他们说动 卢氏母女一阵欢喜后 轻手轻脚地整理了衣着 一语又快速地在屋子里摸了一圈 这才跟着刘香香悄悄地出去 任那烛台留在桌上 摸盒上了二楼 刘香香站在二楼紧闭的那扇门前 对了半天的锁眼 卡达一声脆响后 三人心中皆是一席 又缓缓推开那扇九未人动的木门 小心不让他发出吱压的声响 挨个闪了进去 卢氏第一个从那扇两人宽的窗子 跳了出去 借着月光 一语看清这窗外 便是张震后街的一条小巷 由于地势原因 这小楼一楼是建在坡下 而二楼跳的路面 也仅有两人高度 看着危险 可地面却是松软的泥土 真正月下 只要小心不扭到脚踝 还是很安全的 就在一语满心激动地认为 几人就要逃脱这鬼地方的时候 突然隐约传来一阵 阵阵女人的喊叫声 竖起耳朵一听 才知那守在门外的仆妇们 竟是已经发现 他们不在屋中 因此才开始大呼起人手来 刘香香也是听到了 楼下的呼喊声 原本有些放松的神色 再次紧绷了起来 她只是片刻犹豫间 便轻推了一把疑欲 道 小玉 你先下去 然后便转身要走 疑欲却不听她的 不但没有跳下去 反而伸手拉了她的胳膊 急声道 香香姐 你要做什么 刘香香强压惨淡面色 回头对她露齿一笑 道 我去把门关好 你先下去 不要 咱们一起下去 月色下 刘香香一张清秀的小脸 却是比在楼下屋中 烛光里更惨白一些 一遇见了她这笑容 恍惚间又一起了四年前 那个五尖阳光下的人影 只觉得心头一抖 说什么也不愿意松开手来 她有预感 若是现在放任刘香香离去 那恐怕 她今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个重情重义的女子了 刘香香毫不设防地被她拉住 尚未回神却又被推回窗口 这时 楼下已经传来了阵阵脚步声 她情急之下 也没有多想 就抱住一遇 纵身跃了下去 两人只觉得耳边风声一呼而过 便已经落到了地上 卢氏并不知道 二人在楼上短暂的对话 只忙上前将他们一一扶起 又听一遇急忙喊道 娘 快走 咱们被发现了 于是三人相互搀扶着 使尽了全力 往远处逃去 身后是几个仆妇气急败坏的叫喊声 三人穿过两条街 来到阵外大路上 已经有些虚脱 到底还是卢氏身体好 一手扯着一个 勉强继续跑步前行 只因身后隐隐约约传来了男子的喝叫声 刘香香和仪玉 也是听见那阵阵的站住停下 别跑之类的喝叫 这也让原本无力的两人 又猛地提起了一口气来 跟着卢氏的步伐 坚持着朝记忆中阵外的一片树林跑去 三人都没敢开口说上半句话 一张嘴 午夜的凉风就灌进喉咙里 疼得就像是咽了一块棱角锐利的尖冰 身后躁动越来越大 一越忍不住回了一下头 就见不远处几束火光 正离他们越来越近 其间夹杂着人喉与狗叫声 于此他胃部一阵惊软 浑身寒毛都已立起 反拉住了卢氏的大手 余光四处寻你藏身之所 无奈 这里十分空旷 仅远处一片树林尚可藏身 却只怕他们跑到那里之前 便会被人抓住 一日在寒风中努力地睁开一双大眼 瞧着那远处树林里突然窜出的马车 两匹枣红色骏马 在月色笼罩下浑身散发出 渗人的血色光芒 漆黑的车身似要和夜色融为一体 就连那头戴褐色斗笠 一手挥舞着缰绳的车夫 也像是地狱的使者般 让人心惊胆颤 一语却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同炉氏紧握的手上用力一拉 竟是扯着两人 都朝着那诡异的马车奔去 仅是十几步后 那辆马车便已经行至他们两丈之外 一语脑中一炸 猛地甩开了卢氏的大手迎了上去 呜呜呜呜呜呜呜 那车夫在马车即将撞飞一语之前 拧住了缰绳 两匹线条优美的骏马 当即前提高曲 鸣叫了起来 顾不得一旁卢氏同流香香尚在震惊之中,一遇两步跪倒在那马车前,略带颤音的高声道,请车内主人救我母姐三人。 那车夫打亮了一眼三人衣发凌乱的模样,既不呵斥一遇刚才的危险行为,也不理会他此刻的请求,反而转身将车帘揭开了一道缝隙,好让车内之人看清外面的动静。 低声恭敬问道,公子。 耳闻着车夫话语,一遇一伤勾玉的大眼,直直从那被掀起的一脚车帘中钉向车内,但由于光线却半点也看不到里面人影。 他使劲咬了一下嘴唇,又冲着马车狠狠磕了一个响头,强人站立再次喊道,请公子救我母姐三人。